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翁雨扬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从事雕塑创作已经有15年了 很高兴这次能够与王国纪元项目组合作 共同创作王国纪元与怪物史瑞克的联动雪雕 雪作为一个比较柔软的材料 我们将它进行压缩制作 成一个相对的比较硬的大雪块 然后再进行用雕刻刀 用这个铲子剪法雕刻 雪雕是雕刻艺术的形式之一 要将设计图纸呈现成雪雕的实景 其实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我们一次次的沟通 为的是更好的将这次项目落地成功 这次作品呢长大概有5米 高有个5米 宽有个4.5米左右 体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在开始制作之前呢 我们应该把握它整体的一个比例关系 才能完成这第一步 这次雪雕的难点呢 在于它这个场景结构啊比较复杂 人物的细节刻画呢 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还要考虑多处的这个细节的承重 比如说在它这个细节比较多的承重部分呢 我们在考虑它不破坏外形的情况下 尽量的用雪来堆积来增加其承重力 细节刻画部分呢 我们会用小铲子 木方 挖片 还有雕塑刀等工具进行制作 对细节呢 反复的打磨和刻画 传统雪雕记忆呢 和现代虚拟IP的结合 将虚幻呈现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雪雕艺术 这次还有一个奇趣联动的小彩蛋 在大型雪雕的下方呢 我们会有一个 王国纪元石墙的联盟风采 让他们的荣耀一起注入冰雪 并被永远的铭记 在中国文化中 雪被赋予吉祥的含义 是美好的象征 代表着祝福和愿望 此次王国纪元和怪物石瑞克 与长春静月坛的齐聚联动 从游戏出发 用新的形式去探索 传统文化的更多可能性 远不远的将来 有更多新鲜血液注入其中 为中国冰雪文化 注入时代的力量 谱写一曲 璀璨而壮美的华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